大陸的养老院竟然排队 要等100年 好 那么这是因为呢 到年底啊 这个大陆老年人口 就要达到2亿了 老有所已已经成为 大陆当局需要迫切 解决的要务之一 不过呢 现在大陆的养老机构 不足等问题就是 最大这个当局要注意的事情 因为呢 现在大陆的养老机构 可以说是供不应求 有一些比较 移民系比较大的 公立养老院排队 我们看到竟然要等上100年耶 大陆呢 现在呢 是跟大家一样 都步入了老龄化的社会 正全面发展养老产业 但是养老机构 仍然是严重不足 就拿北京为例 北京现在 现有办公明星级的养老院呢 由于位置好 设备好 收费又很低 登记排队入院者呢 已经超过1万多人 但是每年可以提供的床位 竟然是不到100张 所以呢 现在开始排队 你还要等到100年